中国自从出现茉莉花革命以来 据不完全统计 在全国就有将近百人失踪或者被拘禁 2月份被四川成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的阮云飞 近日他的妻子接获了正式逮捕通知书 评论指出 中共不惜一切代价 花血本去维稳 最终会导致连现在所谓的稳定也丢掉 阮云飞的妻子王伟 28日收到成都市公安局的正式逮捕通知 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捕前 阮云飞在2月16号发表的文章 《我们犯罪我们鲜花》中写道 中国统治者软瘾兼施 防堵埃及革命影响 但内地还是有不少地方传播消息 欢呼胜利 独裁者把人民弄成半残废 结果也自费武功自掘坟墓 2月20号 中国茉莉花集会的当天下午 成都警方以组织及散布茉莉花革命新消息为由 将阮云飞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 发现有对文化革命进行宣传 和参与的 他们都进行打压迫害 包括那些还没有公开参与的 他们认为有潜在威胁的 他们进行了一定的控制 为了防止它正常的崩溃 对国内的任何的明明人士 到华其他人士高压的一个姿态 他是绝对要维护他的统治的 现年46岁的燃云飞 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 是四川文学杂志的编辑 2008年曾当选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燃云飞一直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并发表真编实弊的文章 同时燃云飞也是一位活跃的博主 上周德国之深博客大赛 公布的候选名单中 燃云飞的博客 获提名最佳跨语言博客 和最佳中文博客奖 截止3月29号 入选这次中文博客大赛的候选人 就有燃云飞 维权律师滕彪 澳籍华人作家 知名博客主杨恒军等人 或失踪或被逮捕及入狱 中国自冒出零星的茉莉花革命之后 在境内就频频有人失踪 拒不完全统计将近有100人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 向德国之深表示 中共违反了联合国的人权原则 宣言和他自己签署的公约等 他应该为在国境内失踪的所有人负责 有些人都在中国的土地上 失去联系这些失踪的情况 中国政府肯定是要任去调查 而且要想包括一个家属 和有关的属于其他国家的 国家的政府要公开 中国政府还是做得很不好 联合国的联盟的一些调查的 一些小组应该做出一个更进的工作 中共为了维稳不惜一切代价 维稳费年年上升 花纳税人的钱去雇佣便衣打手 今年的维稳预算更是高达6240亿 超过了军费 如此花血本去维稳 是否真的能使中共的政权稳定呢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学者的文章指出 中共当局在维稳中奉行的暴力压制 或者花钱买太平的维稳逻辑 可能会换来一时的表面稳定 但是从成期看 不仅会牺牲法治 甚至连所谓的稳定也将最终失去 新权记者李静 刘慧综合报道